据日本独败新闻16日报道 关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岸田政府警惕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 岸田文雄期待通过麻生太郎打通与特朗普的关系 报道称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很高 而在与现任总统拜登对决时 谁胜谁负尚不明朗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包括轻视同盟关系 日本政府对此保持警惕 报道还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期待前首相麻生太郎 能够成为与特朗普的沟通渠道 考虑到与拜登政府的关系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很难公开与特朗普接触 但外务省方面认为 如果是身为自民党高层的麻生去接触 便不会制造矛盾 据报道 麻生太郎9日至13日访问美国 期间前往了特朗普大厦所在的纽约 试图与特朗普会面 但因为后者党内初选日程未能实现 不过麻生接触了与特朗普亲近的人士 以争取实现会见特朗普 麻生告诉圈内人 让特朗普本人知道 我特地前往纽约很重要 他认为 这是岸田政权重视特朗普阵营的信号 读卖新闻认为 特朗普应该记得 麻生太郎是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 安倍晋三与特朗普关系密切 还是高尔夫球友 在安倍执政期间 麻生曾列席每日首脑会谈 还要陪同参加了安倍与特朗普的高尔夫球会 报道称 岸田15日在首相官邸会见了麻生 双方可能就美国总统大选交换了意见 据美媒报道 当地时间1月15日晚 特朗普赢得爱奥瓦州共和党党内初选胜利 这是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初选 多家媒体预测 2024年美国大选将仍然是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决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测算 特朗普在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爱奥瓦州初选中胜出 法新社16日最新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5日晚些时候 在回应中承认 在赢得这一胜利后 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参选人中的明显临跑者 但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选举是你和我VS激进的MAGA共和党人 拜登在社交媒体X上写道 过去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据此前报道 共和党15日在爱奥瓦州举行党团会议 打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本党选战发令枪 爱奥瓦州初选向来被视为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风向标 特朗普正在此地寻求对他挑战者的致命一击 并较大的优势获胜 民主党方面 爱奥瓦州民主党人将通过邮寄选票为本党竞选人投票 结果将于3月公布 目前现任总统拜登正竞选连任 在党内定位稳固 美国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 民主党内挑战者取代拜登机会渺茫 民主党初选基本是在走过场 但有评论认为连任路上 拜登面临年龄支持率低迷等障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